可是你也看到了 我的办公室就这么大 没有多余的地方安排魏总 我看这儿就挺好的 凑合一下呗 小裴 诶 周氏姐 你把这部分 按照我的批注修改一下 然后拿给薛总签字 知道了吧 周氏姐 有人找 没预约 叫什么呀 魏清 所以魏总这是打算 再上绝办公了吗 是啊 那云马的工作呢 有李明成跟卫安在就够了 可是你也看到了 我的办公室就这么大 没有多余的地方安排魏总 我看这儿就挺好的 凑合一下呗 小裴 周氏姐 怎么了 找两个人 办个办公室 把办公桌过来 好的 魏总稍等 办公桌马上就到 那就 谢谢周特助了 那个 昨晚 你什么时候走的 衣服干了就走了 你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 你喝多了睡着了 睡觉 周氏姐 东西到了放哪儿 放魏总这儿 好 出去吧 好了 出去吧 怎么样 这个办公桌 还合适吧 合适 看你刚刚好 那就慢慢看 我还要办公了 嗯 想气有的是吧 我偏不生气 忙完了吧 吃饭去 我不饿啊 这次双年展 除了吴征 还有很多新锐画家的作品要展出 必须要落实合同和敲定他们的参展作品 两点前我还要赶到画廊 商头展他的布置方案 工作量这么大就更要吃饭了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吃完再去画廊 没关系 我有这个 你每天就吃这个 嗯 反正我也不喜欢吃饭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以前我追你的时候 送你什么你都无动于衷 唯独吃的你抵抗不了 现在你告诉我 你对吃的不感兴趣 人都是会变的 不是吗 你要喝咖啡吗 我去给你冲一杯 这两年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 这两年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 幸好我回来了